沙特这个异议记者 从12月2号 进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这个领事馆 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天了 我们很难能够听到 在领事馆 这种双方国家按照国际管理交换的 作为领土的这么一种地方 竟然能够发生分尸的 这么一些恶性行事案件 而且随着土耳其公布的资料越来越多 流出了沙特 专门找了一个替代者 从领事馆走出以后 包括他取下 自己嘴上连着的胡子的段落 都被公布了 据说 还有行刑过程中的七分钟的 录音录像 其实我们知道 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 因为土耳其政府 变相地出卖了本国情报机关 对沙特使领馆的监控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土耳其刚刚承受了 美国的一轮经济制裁 他们最后屈服了 他们非常希望 能够制造出一个 比他们还要黑暗的政府 作为一个样板 来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摆脱掉 他们曾经遇到的这种尴尬 而且他们也想利用一个国际热点 来转移国内民众 对政府趋期于美国压力的 这么一个管道 事实上他们成功了 我们知道沙特呢 现在很尴尬 他们不仅 最后自己承认 在刑刑的过程中 在询问的过程中 失守 或者说因为这个 异计者的反抗 那么造成了他的死亡 而且背后的勾兑 极有可能 处罚 参与处决这个记者 所有的刑刑人员 我们知道 这个事件呢 很奇特的地方 有许多 首先 沙特政府能够同意 由土耳其与沙特 组成联合调查组 进入使领馆 甚至已经有 外交豁免权的 外交官的住宅 进行搜查 这已经违反了 国际惯例 第二个呢 在使领馆这一类的 属于 自己国土的地方 依据 沙特本国政府的意愿 无论他依据刑法 还是依据 伊斯兰法庭的判决 那么他们处置 本国公民 他们可能 曾经认为 是理所应当的 这么快 就被揭露出来 以至于 被迫交出 替罪羊 我相信 沙特政府 是非常不愿意 而且这个里面 还涉及到一个 沙特实际政权的控制者 就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王子 去年国际社会 很惊讶地发现 他是一个 铁腕的改革者 他让沙特履姓 能够获得驾照 这在沙特的历史上 算是一次变革 当然 同时他也抓了 很多他的兄弟 据说还杀了不少 他逼着他们 交述罪营 为沙特政府 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这是一个 沙特历史上 很难得一见的改革者 那么他们 为什么要极端到杀人呢 其实这个背后的故事 我们可能很难能够理解到 我们现在只看到了他的结果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他被引起了一些 反响 尤其是针对美国的 希望美国能够追究沙特的责任 甚至幻想他能够追究到命令的下达 美国呢 现在也很窘迫 因为我们知道沙特和美国的关系 他不是普通的盟国 布雷顿森林体系 崩溃了之后 从70年代开始 是由沙特作为主导国 提出用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 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美元在全球拥有的注币权 他们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 美国国债 也被称之为 全球最好的避险方式 我们知道沙特买起美国国债来 都是两百亿三百亿美金的 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为美元替代英镑 作为国际社会的主流避险资金 作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外汇储备 是起了相当的贡献 沙特是一个王权国家 国际社会不知道吗 美国在那儿还有驻军 他们一再地要求 美国公民 甚至美军都要尊重 沙特的法令 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 那么整个事件 我们看到只有一个赢家 就是土耳其 他们不仅安抚了国内躁动的人群 而且转移了国际社会 对土耳其 刚刚受到的这波制裁的关注 现在人们能看到一个比他们更加黑暗的政府 更加需要国际社会来关注 这次事件 它挑战了现有的国际秩序 因为我们知道 大多数国家 都有自己的方式 在管理着本国公民 国际社会一直有一种呼声 叫做人权大于主权 从这起事件的发生 发展 一直到今天 我们很难能够相信 国际社会能够以一个公正的角度 来对待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国务卿 访问了土耳其 访问了沙特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虽然我们不知道 背后有没有什么谈话 有没有什么交易 但是我们可以清醒的看到一点 这个世界上 完全脱离了 经济的需求 仅仅是追求 正义的苏章 这种政权 目前没有 今后估计也不会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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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 有没有 你说